他的蜘蛛已经展开了 哇DK直接是第一时间被集火 点出了TP 这是120本局里面第六本TP 一场比赛十本TP 我就问还有谁 经典游戏永不过时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雪岩 下面呢我会更新六场比赛 是来自天秀飞的比赛 这场比赛将会决定世界第一鬼王争夺战 是由欧皇他比来迎战的是中国第一鬼王120 一共是六场比赛 那六场比赛的话呢 三场是在网易平台 三场是在World3 Champion 这是第一场的比赛 是来自World3 Champion的一场比赛 地图是来到了TM 这场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地图了 关于第一鬼王这个争论啊 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啊 好多人都觉得曾经应该是120 很多人都觉得应该是Happy 那目前这段时间的竞技水平 我觉得毋庸置疑一定是Happy 但有很多人表示说 如果是50人口大战 120会比较强 打到70 80人口大战 Happy会比较强 我们六场比赛 以Happy的第一视角 欧皇第一视角 来诠释一下 到底谁是世界第一鬼王 好我们来看一下Happy第一视角 其实我还蛮喜欢看Happy第一视角的 因为作为我本身也是一个亡灵能玩家 看到Happy的第一视角 我真的感觉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 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 对吧 首先细节第一点 任何一个亡灵在探路的时候都必须要把地图上的羊给清掉 第一是因为这些羊可能会卡位子 第二是因为羊有尸体 当你DK买骷髅棒路过的时候 你就可以召唤骷髅 我们现在看一下Happy这边的一个选项吧 他这张地图上面发的是一个DK 因为六局的亡灵内战里面很有可能会有首发英雄上的不同 包括什么恐惧开矿啊 包括这种小墙啊 甚至我觉得可以天方夜谭一点发力气也不是不行 曾经有一段时间的话 韩国的鬼王之间是用力气来打内战的 所以我不希望看到六局DK 我们只能希望一下这个六局有不一样的首发英雄 这里的话 120是已经探到了Happy的走向 可以看到是从右边地图那边走过来的 所以120的出身点位应该是也是在上方啊 因为他是第一时间探到的 Happy探了第二个点还没有探到 对吧 所以说他120的出身点位应该是在右边 所以Happy第三点才会探到120家 好 刚刚的羊贡献了两个骷髅 现在Happy出门练第一组家门口 这个地图呢 因为比较大 其实TM地图呢 也是一张老图了 但最近这段时间的比赛里面 这张地图的身影已经看不到了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张图已经是被去掉了 并且这张图其实它的平衡性 还是会引起一点争议的 包括以前的Human啊 速敲啊 练实验室啊等等 所以这张地图如果没有加入到比赛里面的话 可能也是对平衡的一种选择 哦 这边可以看到 DK过来骚扰 直接被三个狗加上一个树林 直接给围住 但现在狗的血量有那么点点D Happy DK赶到回来 这里继续一发C 哇 这一波骚扰 我们来看一下 120还想赚一点农民 但是啊 这边可以杀一个农民还不错 Happy这边的双线啊 这边死了一个农民 但是第二个农民直接一发C救了回来 现在是一个农民 逼出了一本TP 这一波可以说是Happy真的血赚 一本TP350块钱 农民只有75块 哇 世界第一鬼王之间的较量 再开局的三分钟 就这么精彩吗 相信这局对局会非常的好看 好 家门口的骚扰 第一波是摆平了以后 Happy继续马不停蹄 再来练集 四个骷髅 一个DK 继续 家里面的二本是再生 刚刚的狗的话也是并没有死 没有死狗就表示Happy二本之后 不会缺木头 骷髅棒 我觉得 哇 我刚想说话 可以看到120这里的话 又是带了一波DK过来骚扰 因为他知道Happy现在是在生二本 生二本期间 如果死农民 是对亡灵质的打击 这里来看一下Happy对农民的保护 这里一定是第一时间要保护农民的 二本期间是不可以死农民 这是亡灵的大计但是骷髅数量不是很多 Happy现在是回房了 农民还要稍微拉扯一下 这一波的话120骚扰虽然说没有太大的成效 但是打断了Happy的链级 好家里面的话未继续解除 依旧是五个农民没有任何的问题 链级断了可以看到120把这个点给收了 收了这个点以后Happy有点生气啊 但只有杀了一个骷髅12点经验值 哎跟这个怪怎么能比啊 所以这一波博弈的话 120占了一个小上风 继续 但是这样的一个上风也无法去弥补前面那一波 叫那个TP啊 TP时代是太值钱了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个蜘蛛是落单了 有没有机会 DK到前面 蜘蛛还有点想围啊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机会了 这边还是有个落单的蜘蛛 双方现在都在前进到 中立英雄那里 应该就要马上揭晓二英雄的博弈了 哇 骷髅 Happy是提前拉这个骷髅过来卡位的 120买出了那家 估计Happy等二本好以后也是要买那家 但它二本还差那么一点点 这个时间玩那么一丢丢啊 二本二本好时间好也买那家 真的就是玩这么几秒钟的时间 120那家先出来 但这边有蜘蛛有点残 又是一波操作的博弈 骷髅卡位 但骷髅时间已经到了 卡不住 那家绕圈 这里有个残血的蜘蛛 DK远程一发戏过来还想救 这边还在集火 蜘蛛还是很危险往后拉 能不能收掉另外一个蜘蛛过来卡位一下 这里两边的操作拉到了极限 后方的Happy的一个蜘蛛过来 把对面的蜘蛛给收掉了 哇一发C 那家现在很红 DK过来卡位一下 那家成功的逃脱 我的天世界第一的亡灵 这一局两个人的手都非常的热 一丝血 那家要逃 120还在追 这边有蜘蛛过来可以反卡一下位 我们来看那家这边的走位 藏到了树林中 120已经丢失了视野 但10DK血量也已经很低了 家里面三本是再生 哇这段时间 双方的小操作 我感觉APM应该是标识到了300或是400 好没有任何的问题 有金无邪 那家回家了以后再补给一下 买一个血瓶 继续出门练几 这个时候是不能扔掉任何一个点位的 还是一定要抓紧时间 把地图上的点 能练就练 能收就收 嗯 这个点 啊被拉出来了 看来两边都是新幽灵系啊 一发西完全不吝啬 收了一个怪 这边要小心自己的那家 血量有点低 又是一波拉扯 蜘蛛舞跳起来 但是120现在是一个上坡 还并是一个下坡 要稍微注意一点 会有一个miss的情况出现 兵剑继续点 骷髅再拉 现在赶进身的只有骷髅这种 不怕死的赶死队了 好继续蜘蛛舞跳起来 但这里的话 因为Happy的双英雄 血量都不是很健康 所以感觉不太敢太多的逗留 还是想猜一点血量 但这段时间 所击杀的部队只有骷髅而已 看看啊 差不多真的可以撤了 并且这里是120的主场 它补兵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而且我方这边的话 两个英雄的血量都不是很健康 刺一下蜘蛛 差不多可以撤了 但这里有大怪 这个怪好像是有点看上Happy了 直接跟着Happy走过来了 别趋势已经造好了 兵剑继续缠上 又是一个骷髅 这里要很小心啊 大家不能被禁声啊 继续粘住 点 能赚一个骷髅 是一个骷髅 都是经验 好 后续的蜘蛛再次补出来 这边在偷点 110的那家 很小心 要很小心 这个五级怪 有没有一发C 天 天 神级般的操作 车子过来 续航能力 Max 拉出雇佣兵 继续练 Happy的第一视角 没有一分钟是停下来的 第二部车子 现在就是44人口了 看一下Happy的一个三发选择吧 应该是会出力去的 大无敌 智力加三 大无敌是个不错的宝物 可以给DK 智力啊 这些的宝物 都可以给自己的远程英雄 好 这里收掉 那家升级 继续 回家补给一下 果然三发力取 马上就要走出祭坛 好 这力取也出来 那么力取出来 第一件事呢 一定是去买辅球的 而我们可以看一下 Happy这边的练级选择 是自己的一个分框 那么Happy可以考虑 再把这个分框练了以后呢 把分框顺便一开 因为TM是一张大图 是一张四人图 所以想在这张地图上 速战速决 几乎是不太可能 并且现在已经是 打到了游戏的中期 所以说往后打的话 资源很重要 以前自古有一句名言 亡灵都是被穷死的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Happy已经可以考虑 为自己的二框 甚至是之后的三框 做考虑了 果然 这里把分框MF掉以后 直接选择了开框 同时它也应该是要去 侦查一下 120也有可能 在同一时间做出相同的应对 它也可能会选择开分框 这张地图上面 一定是一个互相往后期打资源 那么打资源的图 如何可以做到优势比较大的 就是你有两框的时候 我有三框 我有顶级的宝物 我炼掉更多的大点 我有更多好的资源 属性级的宝物 这个才是往后打的 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这里打了一个抗模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东西 这边我们可以注意看 Happy已经是在把DK经验给让掉了 让给二发的娜家和三发的力取 因为大哥DK现在是已经及格了 所以要把三英雄的等级 平均的给提升上来 这里继续练 马不停蹄 没有任何一刻是停下来的 毁灭直接吸一下 继续练 看一下宝物方面 大雪牌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 大雪牌第一时间交给娜家 娜家表示 谢谢 我就是一个脆皮 特别容易被激活 因为娜家是吃NC的第一目标 有了雪牌以后 感觉自己有第二个生命 好 刚Happy也是扫了一下 发现120这边也是有疯狂 果然像打这样的大地图 单矿想结束战斗 几乎是不可能 单矿你只可以把自己给结束 就是被穷死 所以双方都选择了开分矿 在练掉三矿之后 又选择来到商店处继续去练几 那么有个好处是在于 Happy的三矿是已经练掉了 如果他觉得要开三矿 他可以随时拉一个四身过来开矿 对吧 继续练 无敌 道具都买好 这也有一个索笔 索笔也是非常不错的道具 亡灵就是依靠蓝丸的一个种族 小点也不放过 这里其实可以考虑DK走开了 对 老大老二全走开 给老三力取多一个人享受一点经验 力取到等级三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提升 好 大部队再次集合一下 往下方走 这里的分矿的防守还可以 有一个主机D再放一个B的 想防守一下 这里是迎面撞来 120双方要马上进行一波大战 来看一下这边的选择 想先集火一个蜘蛛 直接一个电 120想救没有 就是要来 先死了一个蜘蛛 这边Happy是阵亡一个毁灭 毁灭是被网了下来 这里发现120阵型不太好 打不过 力取直接第一时间点出了TP 在TP前又带走了一个蜘蛛 这一波的一个交战虽然时间非常短 Happy的损失完全可以接受 但120损了非常多的兵 两个蜘蛛一本TP 这局可以说打到现在 这个120前期就一直是在亏损 第一波的骚扰交了一本TP 前面那一波的话又是一本TP 两本TP已经是700块了 继续 Happy觉得自己有一点优势 他想去压120的分框 如果能把120分框端了 这局已经是盛事了 120分框没有任何的防守 三个农民直接一发电 三个农民全倒 站住里面正请120现在过来回救 他也知道这个疯狂是掉不了的 120第一时间把毁灭先飞了起来 对不起 Happy第一时间把毁灭飞了起来 110一把电收了Happy的一个蜘蛛 这边继续全部都往下来 Happy这边的蜘蛛阵件还不错 那家大物体直接顶起来 那家还是有血平比较肉 想击毁一个力气 有没有这个机会 力气又点出一本TP 又是这个钱 Happy这边的DK也很无限 但第一时间救了下来 第三本TP 120这里 那这样的话可以把120的兵赶紧赶走一下 把这分宽清一下 又买了一本TP过来 就这里一定要救第四本TP了 那家现在学来有点低 那家可能要倒 那家死了 120的DK升级 这波我觉得Happy可以考虑不要打了 果然交出一本TP 那现在是四本TP比一本TP Happy交出他这局里面第一本TP 我觉得死一个那家这个局势 其实对Happy来说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他完全能接受 因为110已经是花了四本TP了 而且我们刚刚看到 他的分矿只有三个农民在运作 所以他的钱 他的资源是远远不够Happy的 这里继续 好 而我们可以看到 在双矿的Happy下 Happy是没有存任何钱的 他把所有的钱 全部都花成了资源 花成了道具 他每路过一个商店 一定会购物的 不管是无敌也好 群补也好 他要保证自己的兵的最大的一个存活率 所以说你有钱没有用 你要学会花钱 魔兽争霸三是一个花钱的游戏 对不对 继续练节 上方的顾佑兵也想要收掉 没有一丝的松懈 而这段时间的Happy的分矿 一直踩得非常的稳 120这波抓了过来 这波Happy真心可能会有点乱 这是120的一个好时机 来看一下这波交战 再是一发电 力气选了有点低 DK直接一发C抬了一下 小秒120的DK又是一本TP 第五本TP了 这一波抓了 又死了一个蜘蛛 又是一波血亏的抓 五本TP比一本TP现在 没打一场正面 120就亏一点 继续 中间又看到120了 请问他有TP吗 这里看到了 Happy要抓过来了 120还想打吗 这个正面 你确定你能接了这个团吗 Happy现在是有66人口 继续前往商店 看他如何要选择购物 这里PK要买什么 吸血光环卖掉 再给力气补一个头环 力气也有一个无敌 哇不得不说 Happy对宝物的把控 真的是S级的 这个做的太好了 这一波海想接团 兵种数量非常多 茫茫多的蜘蛛 120想接团 不接不行 被打到家门口了 双方稍微调整一下阵型 还是有点想打 Happy这里主动求战 毁灭想过去吸一下 继续 蜘蛛全部都依次铺开 阵型比较不错 但是Happy这里先死了一个蜘蛛 有一点小乱 这一波 再是一个技能 收了对面120的蜘蛛 好现在还是蜘蛛5 毁灭倒下一个 大家升级 继续来看一下 两边的DK都很冒进啊 120力气升级 这边开始死蜘蛛了 又是一个蜘蛛 倒下 DK半血 往后稍微拉一点 这里有个补给的车子 再是一个电 现在全靠英雄技能在收兵啊 这里注意看一下 HappyDK血量不是很健康 DK要小心一点 往后拉 不赶往前了 再是一发C 救起后黄蜘蛛 但蜘蛛数呢 还是有比较多 再是一把电 但好像这里Happy要走了 DK有点危险 DKDK 要了DK 有没有机会能反差 对面这个DK 顶起了无敌 又是一波极限的操作 蜘蛛也救了回来 这一波好像打回来了一点 那这样的话是五本TP 比两本TP 三框也放下来了 这一局真的是皇冠对局啊 现在的话呢 是120两框 Happy是马上拥有三框 但双方的主框 应该差不多都要爆了 继续路过商店 把粉卖掉 继续无敌群补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局 Happy对自己英雄的一个保护 除了前面死了一个娜家以外 他基本上团战的时候 英雄都是配备无敌的 不给任何机会 因为他知道 亡灵的爆发就是秒英雄 再是一波团 这里双方都想打这个团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又是一把电收了个蜘蛛 但这个没有办法 这是英雄技能 现在这里的话 Happy蜘蛛现在有点乱 120有没有机会啊 哇 又是一个蜘蛛 走到了敌军那里 再次往下一个毁灭 这里Happy操作有点小乱了 我觉得 DK被集火 挺起一个无敌 再是一发C 好 这一波其实一样 战位还不错 又是个诺瓦 收了个蜘蛛 一发CC了回来 这一波我觉得Happy 并没有准备好这一波团战 那么是五本TP比三本TP 现在 哇 这一局打的真的是太精彩了 刚刚那波我觉得非常明显 是Happy没有准备好 操作也有点小乱 但是问题不大 Happy的三框 马上就要成型了 如果能有这个三框的经济支撑的话 它的补兵后续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继续 哦 迎面又撞到了 这里敢打吗 这里的地形也不是特别好 但这边地形比较有利于Happy 它的蜘蛛已经展开了 哇 DK直接是第一时间被集火 点出了TP 这是120本局里面第六本TP 后方还有个蜘蛛 蜘蛛是带回去了 那么这里只有一个TP 六本TP比三本TP 这局比赛我的天啊 我也是好久没有看过 这么好看的王林内战了 很多人都说王林内战特别的无趣 但是你看看这样的内战 所以说没有无趣的对局 可能只有无趣的丁串选择 和打出无趣的比赛的选手吧 但是你看这样S级选手的对局 哪一局你认为是无趣的 并没有 打正面对局就是好看的 120这里是在三框处放了一个农民 但是被Happy第一时间给击杀 这里又想打一波团吗 双方蜘蛛的数量跟差不多 Happy现在72人口 立即被第一时间集火 后方DK给了一发C 这里感觉120的兵还是蛮多的 所以不太敢打 并且Happy的家里面是扶冰了一个车子和一个蜘蛛 拉扯一下集合一下 DK刚刚路过商店又买了一个无敌 这一波有点想打 后方这个蜘蛛你这个走位我的天啊 一个人 难受落单了 好这是一环一有机会 Happy后续两个蜘蛛走位也不是很好 就被想击毁120的蜘蛛 可以的 一发C救了回来 120的蜘蛛直接C了一个回来 但是往后拉 血量也是有点低 车子爆了一头 蜘蛛再一次阵亡 那家有点危险 这一项激活正是那家 那家顶起了一个无敌 没有死掉 蜘蛛再次往后拉 那家升级 这里还有一个蜘蛛 哇这段时间在双方的操作 已经是到了极限 蜘蛛开始慢慢的被吞噬 只要一方顶不住被秒英雄 这就打不下去了 第七本TP 10这个时候用了出来 主矿已经干了 这个时候Happy是两矿 120只有一矿的经济了 这一局打到现在 已经是十本TP了 120交了七本 Happy交了三本 我们可以看到Happy 把主矿农民 全部拉到了120 右上方的矿处 难道他要去开第四片矿吗 这里120想追过来 但是你追过来 你确定你明智吗 现在Happy还有70人口 DK的无敌 还有骑马中的CD DK现在想往后拉一点 并且这里是有块岩石的 不太利于展开 这边那家小心 这个站位有点失误啊 直接一发C 一丝血那家 吃了一个血瓶 直接往后走 那家活了回来 DK升级 但这边这个蜘蛛的走位 又救了一下 哇 虽然说走位没有很注意 但120这边的C 还是很及时的 果然Happy这里开了四矿 这个车子也要是救不了了 马上就是三矿打一矿了 王林确实是被穷死的 但那是120的王林 不是Happy的王林 继续我们来看一下 继续点 这个时候我觉得120已经没有 能够有经济去补兵了 他的主矿已经爆了 分矿还有一片矿 但一片矿会支撑 这样的一个人口 已经没有办法了 他即便能做到补蜘蛛 他也买不起道具了 他能买得了道具 他也补不了车子了 120在这局里面 还是厌借了那句话 王林是被穷死的 还想打团 五级的DK 但是有什么办法 你看到Happy这个正面部队 你还有任何的欲望和想法吗 上来就是一发C 扔到你那家身上 问你疼不疼 这里还有个胖子在前面 有没有远程一发C 好了直接C上 One Nova接一把电 生活已经不能自理 DK升级 想秒Happy DK这是101的机会 Happy不可能给你这个机会 直接把无敌顶了起来 这边的胖子也要倒下 Lich直接是最后一发被带走 C一下 蜘蛛也倒下 这一波团已经打不了了 兵力已经不成战笔了 做最后的一波战斗 打出了积极 我们恭喜Happy 一场比赛十本TP 我就问还有谁